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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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船是一直在懂的 那你在追的时候一直要在那边打 那除了这个航空母舰在那边 其实除了水面上的威胁之外 还有所谓空中威胁 那这一次之所以这样讲就是说 他美国方面宣称 这个无人机飞零到 他上空只有一千码九百多公尺而已 就是他非常靠近全市号 所以全市号就用电子干扰的方式 逼迫他降落 对 那这中间有个说法 美国说我发了很多次的警告 国际通用警告叫你远离或者怎么样 你不听我才降落 然后伊朗是说 我们从来没有接够警告 我也没有被你击落 我们只是这架无人机失联了 这是伊朗的说法 到底是棋落还是失联 我们也不管 但是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的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画了一个红圈 那个红圈是什么意思 这个红圈特别要讲 那个叫做全地形车 全地形车 对 所谓全地形车有点像 简单来讲 它就是四轮的越野车 小型的四轮越野车 不管是沙滩 沙漠 海滩 泥巴路 或者什么地方 通通可以跑 所以代表在全市号 上面有这种全地形车吗 有 而且这个全市号除了 它除了有这种全地形车 我们刚刚看有飞机之外 它肚子还可以打开 肚子打开要干嘛 船肚子可以打开 有登陆舰 所以它这个分舰队 虽然只有三艘船 可是有四千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跟所有的东西 换句话说 它除了一般的海上任务之外 它也可以去登陆 去做攻击性 或者是巩固港口的任务 所以代表着美国其实在 河姆子海峡那可是重兵戒备 对 而且绝对不容许你侵犯 所以你一靠近它之后 它就把你击落了 但很多人说 为什么老美会这么干呢 那是因为 薪酬就会涌上薪头 这个薪酬当然是我们知道的 全球五人应被它击落 这件事有够没面子 一定要报仇 同时最近河姆子海峡非常不平静 这有多不平静你知道吗 七月四号的时候 英国截了一艘伊朗的邮轮 英国截伊朗邮轮 好大大 它理论上是说 因为伊朗这个邮轮 企图破坏欧盟的禁运协定 所以英国就把它截了下来 截了下来之后扣押 可是伊朗不是在河姆子海峡的海上狼群 很飘悍吗 所以伊朗就不爽了 四月份它的船被英国扣了对不对 十天之后 四号被扣了 对 十四号 伊朗就发了三艘革命卫队的飞弹快艇 三艘小小的快艇去截了一艘邮轮 而且伊朗的名义上很好听 你这艘邮轮涉嫌走势 一百万公升的原油 所以我要帮你扣下来 但其实就是报复 所以他七月四号自己被扣了之后 七月十四号隔了十天之后 立马他扣了别人的邮轮 对 然后你这样扣了别人 然后你看现在十九号 他又偷偷去看了一下 所以美国就很担心了 你扣完邮轮又派无人机来这边 看我的航空母舰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当然就要很担心了 好 孙虚 你帮我们来看一下 会的画面 其实据说伊朗的海上狼群 是很厉害的 对 其实在伊朗这边 像这个邮轮这么大 它光那么小骚的也有办法 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的 以小博大 因为它不只一艘 它这么小 它有办法扣那么大一艘邮轮 不是 你邮轮虽然很大 可是没有用 你上面没有武装 那个船虽然上面小小的 我有枪有炮 他都在上面喊 你敢再抖我就打下来 而且你不要看这样小小的船 其实这样小快艇 在你前面这样绕过去 我们现在看到 它等于是被它包围了 对 它一直绕一直包围 而且你看这个白色的波浪 这小小的白色波浪 对你船的航行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邮轮虽然大家讲得很大 但是我告诉你 虽然它那么大一艘 可是它很麻烦 你一定要很平静的水域 要乖乖的水路走 你这样子上上下下的波浪 对邮轮来讲很危险 船体可能会有破道 所以它就一定得乖乖听下来 也可能被打 好 所以这么小艘的 这个是算是 快艇而已 这快艇是有武装的吗 有武装 有武装的 所以虽然邮轮很大台 也没有办法逃出它的首掌心 所以在今天凌晨3、4点 传出美国击落了伊朗五人机之后 我们看到邮载瞬间就出现反应了 我们来看邮载图 好 我们从30分钟K线来看 这是伦敦布兰特原油的即时报价 这一根就是它5分钟K线 时间就是在凌晨3点钟左右 传出伊朗的五人机被美国击落的时候 瞬间暴涨 一下就涨了一块美金 而且这个世界影响所及 现在油价已经涨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我们不知道油价还会不会持续再涨 波湾有没有可能再起风云 不过回头来讲 除了油价会受到影响之外 很多做客机人就担心了 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南部 其实是一个客机的大动脉 对 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画面上现在看到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叫做 Fighter大的那个图 这个飞机的航线图 即时航线 我们看一下飞机航线 现在看到画面最下面 那个弯角最多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这一次发生 那个击落事件的地方 可以看到上面那个地方 有写字那个左下角那个地方 你会看到飞机几乎都是叠在一起 有阿提哈德航空 有卡塔尔航空 有阿联酋航空 上面密集的飞机代表 他就是一个客机飞航的密集区 对 非常非常之密 而且讲到最简单 谁敢经过 你要去杜拜就要去那边 你要去杜拜的话 船就要经过那边 我们台湾人可能对阿提哈德 以及卡塔尔比较陌生 但是阿联酋航空 我们经常做 对 而且是全世界 全世界最大最好好的几个航空公司之一 而且你要知道杜拜 现在是整个全世界最大的航空转运站之一 所以你只要到中东去 甚至你要到亚洲到欧洲 你几乎都要经过杜拜去转机 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航线有多可怕了 好 不过伊朗真的仇美吗 表面上是仇美 但也有人说他们是白天喊 美国去死 晚上却在抢美货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我讨厌美国的政治 可是我喜欢美国人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蛮矛盾的 不会啊 我骂美国总统 我喝美国可乐 我吃着披萨啃炸鸡 我一样可以骂美国总统 所以据说可乐 不管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 在伊朗的市占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两家公司市占率超过五成以上 光这两家加起来就48% 而且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个食物的崇美情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蛮有趣的 来 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 麦当劳 麦当劳 但是你如果到伊朗 满街都是马当劳 不是麦当劳 马当劳 来 这是COPP的 肯德基爷爷呢 他到了伊朗就变成ZFC ZFC了 Pizza Hut到了伊朗 蛮像的对不对 但是这个U变成A了 Pizza Hut变成Pizza Hat 所以白天喊美国去死晚上 其实是在追美货 当然还是要持续的密切关注 整个波斯湾的最新变化 但是回头来看台股 台股在今天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我们来看到一早就大涨 韩国意外降息亚洲股市全面上涨来庆祝 但很多人说 降息照理说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经济的衰退 甚至有人说糟了 韩国降息事件很大条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被称为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 为什么是金丝雀 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 因为设备不好 所以煤矿的话 工人要下去的话 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们都会先放一只金丝雀 那金丝雀假如不叫 那表示中毒了 下面 金丝雀不叫是中毒了 所以他是用金丝雀来测说 这个矿坑有没有毒 所以金丝雀假如不叫了 那工人就不要下去了 那金丝雀假如就叫一叫 那工人就放心的下去 但是为什么说南韩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 南韩是第七大的出口国 而且它出口的产品 你看有钢铁 汽车 石化 到手机 电脑 下面漏屋 对 所以 什么都有 什么都卖 非常的具有指标性 那今年以来从这个印度 到这个南韩 印尼 已经有16个国家降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指标 南韩远比台湾在双绿政策更为灵活 我们就看这两个图 哪两个图 这一个是南韩的利率 你跟南韩在2011年就是欧债危机 你说桃红色的部分吗 对对对 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桃红色的部分 因为这里好多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这有蓝色 桃红色 橘色 黄色跟灰色 这条就是台湾 台湾是这个灰色 对 好 来 桃红色是南韩的 你看嘛 那个欧债危机之后呢 他已经知道说全球经济会受到影响 出口会不好 你看他是不是往下 这往下就会降利率嘛 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降到哪里 降到最近一次是2016 可是我们台湾都是白白呢 好 我就是要讲这个 你看喔 在2011年到2015年南韩密集的 调降了这个利率的时候呢 台湾的中央银行闻风不动 你记得吗 张忠某很少跟人家吵架 跟彭怀南吵架 就在这个地方 2015 因为南韩一路的降 我们这个闻风不动 因为南韩降利率之后 韩还对美元大幅贬值 是不是增加了南韩的电子产品的竞争力 所以那时候不是只有张忠某 还包括工具机的大佬 都跳出来骂那个什么央行 对不对 就在这个地方 但后来证明谁对啊 南韩灵活 成功的把他经济给稳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 现在 因为这个是2018 还没有化2019 其实南韩的基准利率 跟我们差不多 都在1.8 1.7左右 现在他调降了以后 我们就看9月底 我们的央行李监司会 会不会还是闻风不动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南韩这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 现在不太飞得动了 那他不太飞得动 该怎么办呢 但反而是在他不太飞得动之后 股市上涨来做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今天表现 当然南韩一降息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就跟进了 只是在今天涨了73点 但是开盘表现是上涨超过百点的 一开盘是欢声雷动 虽然收盘也稍微压回 但整体来讲还是表现得很好 对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 有一个消息 重量级的联总会的官员说 美国必须降息 即便经济现在没有明显的衰退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让美国股市上来 所以扭转了昨天的亚股 全部都是绿油油 我们来看 道中斯达克标普费半都是上涨的 包括亚洲股市在今天 也通通是红通通的 除了台股之外 其实包括韩股 包括上证 恒生指数 只有全盘皆红 特别要讲一下 这个韩国股市在降息之后 今天的涨幅超过一个百分点 今天涨了1.35% 今天大涨27点 来到2094年 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台股的K线 留下了一个问号 我们的K线今天是 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有一个上影线 所以说明说 我们内心还是有些担忧的 我们认为我们不会 那么快的去降息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就是台积电 滑缩的这个效应 所以很多的股票 今天到了这个尾盘 我们就举一档 大力光 好来 大力光我们来看一下 大力光今天是收黑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是说 好在5G坏在那个智慧型手机 大力光是跟这个手机是绑在一块的 那5G的股票 像五茂那些股票 就出现了一个大涨 所以大力光的盘装走势 我们也来看一下 大力光的盘装走势 在今天是下跌的 来 我们看一下大力光下跌了10块钱 开得很高嘛 开高之后一路震荡走势 但稳贸的盘装走势 我们来看到 稳贸的盘装走势 反而是完全9亿的走势 开高之后震荡维持在高档 在今天大涨了4.19% 台北股市还是有些担心的 台湾会跟进降息吗 我们看到韩国降息之后 其实很多的亚洲国家 包括印尼也跟进降息了 所以到底台湾会不会跟进呢 心里花下了一个问号 但是我们看到 南韩股市在今天表现很好 大涨 南韩股市里头的重量级个股 三星也表现很好 大涨甚至涨幅超过南韩股市 为什么相关的个股 相关族群在台北股市表现 觉得不好呢 因为三星起来的话 表示这一阵子的一个缺料 可能受到某种的舒缓 所以三星今天是涨幅是1.5% 但是我们看一下 记忆体这一波 因为三星受到了日本的禁运 而大涨了比如说旺宏 我们看一下旺宏今天是涨没有错 最近很强的旺宏在今天疲软了 今天是涨了 但是你看它的K线就知道 就很明显已经开始疲弱了 今天的K线在这边 已经开高走低虽然还小涨 所以这个资金会有一个悄悄板的作用 那是涨幅的 这是涨幅的 我们看起来的 剧场签 然后是涨幅的 比较的 暂量一大 也就是涨幅的 我们看起来的 出厨幅的